噢噢 噢噢噢 大家好我是燕文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莉莉亞的技能介紹以及實在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場先了解這支新的妮可加柔依加人馬的混合體 目前好像有隱性任務 只要玩打野合計的擊殺跟助攻有350 打電腦也可以 就可以免費獲得莉莉亞代幣 大家可以上巴哈找一下最快刷代幣的方法 大概5場內就可以解決了 等角色上架就可以直接換取角色 省下7800藍粉 這隻角色會在7月23號在台服上架 這隻影片上架的時間應該會在7月22號 所以還有一天的時間給大家刷代幣喔 那就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首先是莉莉亞的技能介紹 被動 夢城技亞 莉莉亞的技能會對敵人附加夢境之城 在3秒內造成5%最大生命的魔法傷害 對野怪的傷害有最大值的限制 但是會隨著等級上升而提升最大值 從1等的40到18等的100點 QWE三招都可以觸發被動效果 但是R不行喔 Q 刪定之五 是莉莉亞的主要輸出技能 Q技能分為被動和主動技能 被動技能使莉莉亞技能命中敵方 小怪時提升7到11%的移動速度 最多可以疊五成 他的QWER都是可以疊加移動速度的 主動技能對周圍的敵人造成30至90點傷害 對外圍的敵人造成額外的30至90點真實傷害 有一點類似打瑞絲的Q 也可以使用Q閃 只是要注意按完Q馬上就要閃 不然的話就會閃現空Q喔 QQ Q Q 技能是不能越強的喔 但是實測後發現還是有一些邊邊角角 是有機會可以跳過去的 QQ 飛璇種子 像指定的地方認出一顆AOE的種子 種子會持續滾動直至集中第一名敵人或者撞到地形 會對敵人造成70至150點魔法傷害 並還速25%到45% 同時提供視野 有一點像無限距離的保齡球 如果投資得準的話可以當地圖支援 但是我認為實用性不大 主要還是拿來Gank和會戰Poker R.樓城夢瑤 可以使有被動夢境之城的敵人緩速1.5秒 接著沉睡2-3秒 沉睡期間受到傷害會被喚醒 並額外受到100-200點的魔法傷害 只要敵人身上有夢境之城 R.是可以無限至距離施放的喔 如果你不想聽那麼多 我就再更簡化一點技能懶人包 被動 強化版的大面具 施法時間短的打瑞斯的Q 可以讓技能疊加跑速 W.類似弗利貝爾的大 對圈圈中間造成更多傷害 不能過強 1.全地圖直線弩弩雪球 R.隊友被動的敵人放螺伊的E技能 1.技能 1.技能點法就是 R.Q.W.E. 這是尾先後順序 1.技能點法就是R.Q.W.E. 1.技能點法就是R.Q.W.E. 這是尾先後順序 1.技能點法就是R.Q.W.E. 我會推薦偏向刷野為主 因為6等只能靠1的緩速技能 並沒有硬控場 所以比較難Gank 也要提防對面打野入侵 因為前期莉莉亞比較弱勢 技能都要拿去吃野怪 導致到野區碰撞比較難控 可是她在野區遊走也很快 輕野的速度很好 只是打大型野怪比較乏力 但是打六鳥、三郎這些野怪 基本上兩個Q小隻的就死光了 等刷到6等後 隨便命中一個技能就可以放大招 配合隊友將起擊殺 中期的話也是偏向刷野、反野 由於已經6等了 並且有基本裝備 跑速以及演樂 可以讓莉莉亞快速清完幾方野區 遊走到敵方野區進行反野 被發現或包夾 也可以依靠移動速度以及大招逃跑 常駐的跑速加成 讓她比人馬更噁心 想抓也不好抓 後期打團戰先利用E 進行消耗看準時機開大進場 是比較恰讓的做法 開大後不斷用移動速度 緩速對手進行拉扯 不要急著進場哦 不然沒有推場技能 被硬控可能會被一波秒殺 個人認為 莉莉亞大概會在T2、T3 的位置 因為前期偏向弱勢 也缺少了穩定的控場技能 但是新推出的角色 總是比較像嘛 不然我可能會把它排在T3、T4的位置囉 這是我認為應該最適合莉莉亞的符文 電型只需要放兩招加被動即可觸發 當然獵食者或靈魂收割 我覺得也是可行的 但是我認為主流應該會是電型 1.可以觸發靈虐 增加傷害也可以考慮點 極惡衝擊增加一波爆發傷害 嗜血獵人可以增加續戰能力 也可以考慮殘虐獵人增加跑速 但是我認為嗜血獵人會更適合莉莉亞 另外如果你覺得前期打野需要攻速的話 可以把視性攻擊改成攻速也是可以的喔 首先就是出門裝 我們要帶狩獵者護符加回復藥水 第一趟回家 追擊者短刀也就是攔中 加速度之靴加黑暗玉璽 順風的時候才這樣出 終期核心裝 父母也是掩月加二級鞋 那看情況選擇 再來就是冰杖跟大面具 這套出裝可以讓莉莉亞 在終期的時候有不錯的坦度 而且有足夠的魔傷 被動配合大面具打坦克也不遜色 冰杖也增加了Lunch的能力喔 後期出裝 如果你的隊伍缺少坦克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出坦克裝 如果對面比較多AD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出物防裝 例如榮耀頭盔 冰霜之星 藍盾之罩 荊棘之甲 荊棘之甲 騎士誓冤 席科的聚合之禮 那魔防裝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 深淵面具 弑性頭盔 振奮鎧 魔防裝 怪甲 石像鬼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防禦裝備都可以出 個人是比較推薦有減冷卻的防禦裝備 如果隊伍缺少魔攻輸出 那我們也可以選擇 死亡之帽 黑魔禁書 練魔混儀 中亞殺肉 虛空之杖 也是一樣 任何魔法攻擊的裝備都可以考慮出 沒有固定的出裝 只有適合的出裝 好啦 接下來就放一些莉莉娜的實戰畫面 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再按一按策 提音設根 抹打傷 再按一按策 打傷 打傷 Baker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分享訂閱 然後幫我按個lik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